游客走进森林里享受山林的芬多金 可以助进身体健康 有学者研究指出森林疗愈可以透过森林资源 让人和森林达到健康 因此慢慢有了森林疗愈师的新职业出来 而在国外也已经发展多年 森林疗愈师是从国外进来 德国是最早的 德国森林疗愈师他们有一些慢性病的病人 那医生就会开除建议他去森林去做活动 所以说国外有这样的一个编制 日本 德国他们 韩国都有这样的一个编制 森林疗愈包含人 场域与活动三元素 引导与陪伴民众进入森林体验 而疗愈活动的人是最重要的关键 要具备专业知识与技能 台湾森林覆盖率高达60% 却一直没有认真制度 终于在109年林务局委托台湾森林保健学会 建制森林疗愈师认证平台 第一个就是核心课程 有四大领域的课程 那第二个的话是活动类型的课程 另外一个最后一个是实习课程 核心课程有四大领域 每个领域都有15个学分 再来活动课程就像选修 在30个不同类型体验课程中 选出5门共12个学分 之后进到实验课程 从两次随对实习到自己设计课程三次 通过才能拿到森林疗愈师认诊 认证老师也表示 森林疗愈师也可以结合部落生态旅游 带给游客不一样的旅游体验 林嘉明表示在未来推动上 还可以进一步结合卫生福利政策 或长照政策 让森林疗愈师发展成为一个新兴健康产业 原型的楼包歇虎 布拉路亚 台北市采访报道